媒体人周玉寇与蔡玉珍在去年九合一选举期间 在社群平台还有电视台节目当中 说前中国小姐张淑娟是蒋孝颜精华酒店非文案的女主角 张淑娟不满收入 愤而提告 而经过了十个月的调查 台北地坚署侦查终结 依涉犯刑法加重诽谤 以及个人资料保护法等罪嫌起诉了周玉寇还有蔡玉珍 而张淑娟在下午也召开记者会 痛批周玉寇做假新闻 应该要封麦退出媒体圈 更强调绝对不会和解 日记还会追加提告 民事求偿 我是关房间两个人 我是被他们丢到床上 跟一个不认识的男人在那里滚床单 我觉得这是另类的性霸凌 前中国小姐张淑娟大骂媒体人周玉寇跟蔡玉珍 我提出报抗议的时候 蔡玉珍还说我滑航作弊 周玉寇小姐那你欺骗了大众 你要不要跟大家道歉呢 每天到处在脸书骂别人 你自己就是一个假新闻的制造者 我觉得你应该封麦克风 我真的在台湾活见鬼 而且没有见到这样子 没有羞耻心的两个鬼 是媒体的鬼 应该赶出去 去年九合一大选期间 张淑娟先是在节目上被公布婚姻状态 再被爆料是蒋孝岩 精华酒店绯闻案的女主角 检方经过十个月侦查 认为周玉寇蔡玉珍 违反个资法 涉嫌加重诽谤提起公诉 检方传讯代姓证人 但证人说根本不曾帮张淑娟订房间 而且也没有在宴席中说过这件事 周玉寇凭片面之词公布的讯息 严重侵犯张淑娟 没有查证 而且张淑娟不是公众人物 警察官认为用挤牙膏方式 逐步公开张淑娟身份不应该 而且蔡玉珍上过节目之后 获得其他节目邀约 被认为有不法利益意图 蔡玉珍切割周玉寇 周玉寇本人神隐不回应 选举的潮水退了 冲掉爆料的包装 真相逐步浮现 记者刘思周东霖台北报道